作词 李宗盛 无声无息 一杯酒 尽如愁长眠 轻易难舍难轻 一声淡 剪在一心阑珊处 风里的孤单 斩断了牵绊 一声淡 忘不掉那心寒 当今眼中泪 拨开这纷乱 那边乱离山河送唱歌 风起烟灭爱恨意蹉跎 洒一腿热血 只为你化红妆 愿此生有你便无上 我愿和你共复平衡 你为你共复平衡 二贸 手 一市 一市 阿晚 你有了月�ông以后 偏安北江 是不是 要放弃自己的计划了 我没有 我绝不放弃 我只是在等待一个更好的时机而已 那好 听说皇上因为梁王妃怀了皇孙 龙颜大悦 如果此时奏请席梁王妃回京安胎 你说皇上会不会同意呢 我等你等了这么多年 换回来的只是让你爱上袁月珍吗 袁月珍 等利用您怀孕的事 让凤霖回到京城 你的好日子就到头了 朱儿 赵儿 风铃我不该那么任心 孩子就不会没有了 这都是我的错 都是我的错 这不是你的错 是我的错 是我不该走来 是我没有保护好你们 为什么 为什么老天要夺走这个孩子 为什么 为什么要夺走我们的孩子 对不起 我们的孩子 对不起 对不起 风铃 对不起 这不是你的错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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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我的命运里 总是充满着伤痛 为什么我爱的人 总会要消失 母后 我一定要为我的孩子 为了您的皇孙 在这儿我们的命中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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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谁呢 王爷 那东关一带都已经搜查过了 没有发现小艾的踪迹 属下猜测 他是否已经回京复命了 所以我派了死士 研读去追 为豪 把朝廷送来的这批官机 统统给我抓起来 王爷 王爷 这个仇我们迟早会报他 但目前千万不可冲动行事 孙皇后的人就在官机里面 跑了一个小艾 可是还有她的同伙 快去呀 王爷 是否先暗中排查 你住口 我说了 抓起来 快起来 隐形靠大 如若不着 明天都砍了 谁把此事告诉王妃 一并处置 来 是 思雨小姐 韩师傅 你怎么来了 你快去劝劝王爷 王爷要上朝廷送来的所有官机 为什么 出什么事了 岳正被一个官机打下山崖 小惨了 你来做什么 凤梨 我知道 你现在很难过 但是 你知道 你知道什么 你知道现在我的心里要多疼多疼吗 你现在冲动行事 会酿成大祸的 我不怕 要不是因为去见你 我没陪着岳正 我怎么会让那个妖妇得逞 他们杀了我的孩子 我要他们偿命 我要让他们陪着我的孩子 全都为我的孩子做牛做马 为奴为兵 你 是 你是在怪我吗 你不要因为一个没出生的孩子 就丧失理智 重成大错 留下狠烈的骂名 我顾不了这么多了 我就是要让他们血债贤偿 喀咀 不想惹 大人 最后他们还有一 plead 起見了 variant 在救荷人 遵御 扔了我 王爷 别扔了我 我没扔了我 我知道了 扔了我 扔了我 我扔了我 王爷 他们看来的确是不值钱 那好 既然找不出奸细 都杀得 留着也是祸害 扔了我 王爷 救命啊 王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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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押腹行长 即刻行刑 是 我们的王爷 我们的王爷 王爷 我们不想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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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我怎么回事 你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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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 请 刀下留人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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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奸细就在他们当中 我就是把他们全杀了 也难结我丧子之痛 找不出奸细 他们这些人都得去被葬 清醒 正儿 快起来 你的生活 我不能就这么毁了 就算是给我们的孩子 祭福了好吗 让他早日轮回 许个好来世吧 求你了 好不好 正儿 行刑取消 先将犯人押入大牢 再刑发落 来 这家人 给我 这家人 对 要不怎么还 再刑上 不要看见我 好 是 对 但是我这个是 这家人 是 没有人 你不敢 你真的认为这件事情是孙皇后所为吗 小师妹 为何这么问 我只是觉得这件事情疑点甚多 以月争的伤势来看 那个杀手并未打算置真儿与死地 何况旁边还有魏昊和香兰这两个人证 他刻意强调是寿命于孙皇后 你不觉得这似乎有栽赃嫁祸之嫌吗 小师妹 你在怀疑什么 大师兄 你真的一点都不知情 小师妹 你不会是在怀疑我吧 我相信大师兄 不会做出这种 伤天害理的事情 只是想问问 师兄有没有怀疑 这件事是杜将军的安排 师妹 杜将军与叛军厮杀才得胜回朝 他哪里顾得上对付一个未出世的孩子 再说将军如此支持凤林 才会因为这样的事与凤林产生嫌隙 一定不是杜将军所为 可是 这件事情若传回朝中 定会触怒圣言 孙皇后冒这个险 对她有什么好处呢 我可以向你保证 这件事与杜将军无关 要不要躺下歇会儿 尚儿 你也太不爱惜自己了 身策都这样了 还去刑长 这一切都是我的错 如果不能拦住你的话 我怕我这辈子都会亏对于你 不要把过错归咎到自己身上 风铃 我以前一直认为 我只要陪在你身边 做你的妻子就够了 可是我忘了 我还是梁王妃 很多事我太轻率了 不仅害了我们的孩子 还差点连累了你 别说了 都忘了吧 赵儿 我们都很年轻 我们还可以再要孩子 答应我 不要再难过了好不好 好 阿姨 你 阿姨 妈妈 二姨 胜 Up 非准人 娘 爹因为复职太子太妇 不能跟我们去内东关 难道您也不能去吗 我有些放心不下 总觉得这件事有些蹊蹺 为什么早不复职晚不复职 一听说我们要去内东关 这旨意就下来了呢 娘所言极是啊 我也觉得这件事情里面 另有玄机 看来孙皇后 对凤林的心病 更加深重了 已经到了扣留我和你爹 来牵制你们的地步了 那皇后不是一贯这样猜忌吗 我现在担心的 是再这样下去 凤林就算是没有逆心 也会被逼出反应 也会被逼出反应 那皇后就算是一位 借同的凤林 是一位 你先去把你爹 我还是不在乎 我自己爹 你先去一位 请你爹 你爹 不想 你爹 你爹 雨 不会真的有那么一天到来 娘 但是我相信 凤荀对兄长绝无不利之心 我也相信凤荀的品行 但是皇家之事难以预料 我们家已身陷其中 身不由己 如果有一天 正要有个什么变故 你一定要照顾好岳正夫妻 千万不能让他们受到伤害 娘 我知道了 我不在京城 你和爹也要万分小心 知道了 我们会好好照顾自己的 凤荀啊 有点凤荀 我来 不仅是向你来辞行的 我还有些心里话 想要跟你说说 我们兄弟之间 有什么话尽管说 我向你心里应该很清楚 这次国舅大人救援迟魂 怕不只是他一个人的意思吧 你母后这样防备凤荣 就不怕激起她的反感吗 事不相瞒 我也知道我母后处处提防着皇兄 可她毕竟是我母后 我也只能尽我所能 来化解他们之间的矛盾 对于皇后 我是真不敢妄加治平 可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她对凤林一直苦苦相逼 我真怕你们兄弟之间会因此反目成仇啊 也许说实话 我也很怕会出现这样的局面 况且父皇经常会提及对皇兄的愧疚 我也很想提父皇来补偿皇兄 既然你能这样想 就该多开道开道皇后娘娘 毕竟我和岳征都想看到的是 你们兄弟二人和睦相处啊 行 放心吧 我一定会尽我全力 来周旋母后和皇兄的关系 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来 来 爹 你这个丫头啊 思雨啊 不管怎么说 起码孩子的事情已经解决了 你还有什么烦心的事啊 不管孩子在与不在 他的心已经离我越来越远了 思雨啊 你此次去北疆 你认为王爷是否有所动摇 知道没有 凤林仍旧迫切想回京城 只是我担心 他会因为贪恋情爱 而心肠变软 早晚会影响到我们的计划 要不是这个袁岳征 暂时留着还有用处 爹早就替你把他除掉了 你不必在意 到他该死的时候 谁也救不了他 你不必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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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儿 明天我想带你出去走走 散散心 好不好 郑儿你看 这多热闹 你看这个 登陆 登陆 烤葫芦 两位要登陆吗 看看看看 我看吗 娘 我想吃桃葫芦 给孩子来一串吧 不行啊 娘的钱还要买米呢 我想吃 我想吃吗 你不听话 我不要你了 娘 你这孩子 走了走了 听话 我不走 你 这孩子怎么这么不听话呢 我就不走 走走走 娘说了这钱还要买米呢 我没钱给你买桃葫芦 我也想吃桃葫芦 你 你要吃桃葫芦 我要吃桃葫芦 你也太不听话了 走 给娘回去 走走走 乖孩子 走 我要吃桃葫芦 改天给你买 啊 你要改天给你买 听话 你这个孩子呀 好了好了 好了不哭了啊 给你吃桃葫芦 不哭了 这怎么好意思 谢谢你啊 不客气 快谢谢姐姐 谢谢姐姐 不哭了不哭了 快吃吧 好不好吃啊 好吃 多吃点 荀儿 你以后要多主动要思雨 到宫里来玩玩 是 儿臣记下了 母后走不动了 你替母后招呼思雨 带她四处走走吧 是 思雨 杜将军和杜夫 作恨 倒霉 快去 保佳 是 我 这 女的 真是 是 咱们 怎么 Är 张联 没 诚 可 不哭了 小漠 可 回家 瑪 殿下 我知道 让殿下 一下子放下月之会很难 我不会催促你 我愿意慢慢地等 等到殿下 真正能够接受我的那一天 思雨 谢谢您理解 再给我一些时间 我也不想 在这样的心情下 让你嫁给我 那就太对不起你了 我知道 我会等你的 好 舅王子 天资国内为了回房京师 把内东关的曾派兵马都调走了 看来天资国这位皇上 对他这个儿子防范甚严 还有 您让我留心梁王妃之事 可探听到消息 梁王妃遭遇袭击 小产了 你说什么 怎么会这样 来 你带我来这里干吗 我看他 你带我去 带我来 看你来 我们的心 无论有什么伤痛 我们都能一起熬过去 小心我 这次有个松解 这次知道爹娘按好 我就放心了 爹娘虽然不能前来 你看看 给你带了这么多好吃的 你看 你看啊 这是娘亲手做的蜜剑 全都是我爱吃的 你最爱吃的 真的很想念这味道 乐珍 这个是娘给我外甥做的衣服 怎么样 看看 怎么了 月正 怎么了 小姐她 小产了 什么 发生什么事了 小姐 王爷 原都御史夫人求见 进来 参见王爷 嘉临冒昧 还望王爷恕罪 嫂夫人前来 有何事 但说无妨 嘉临已经听说了 王爷近日正在彻查官机之事 知道王爷为了顾及月缺的颜面 并没有因此为难于我 但一众官机均已受审 而嘉临现在置身室外 恐怕 可见王爷 他也不可 与月缺 以免使月缺 受闲话所生 嘉临 我 也能从此落得个心安 恳请王爷您 能够成全小女的心愿 扫人快请起 不过 王爷 紧张 想着 杀 尽量多去陪陪她 好让她尽快地能好起来 好 对不起 我没能保护好正儿 我更没能保护好我跟她的孩子 我真是没用 你也别太自责了 我们谁都不愿意看到这种事发生 以后 要更加谨慎小心才是 我与孙皇后之间的恩怨 怕是解不开了 我一再退避 她却咄咄相逼 凤林 孙皇后再如何刁难 未来的君主必定是奉勋 我相信 她一定会善待你和岳正的 这次的事 她一定毫不知情 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 你放心 我不会因为孙皇后的作为 影响到我们的手足之情 那批官机 你打算怎么处理啊 你打算怎么处理啊 全部都圈在苦艺坊当劳役 不得与他人进身 永不得释放 我倒是觉得 与其困兽 不如放射 既然查不出奸细 把他们圈建起来 便是一不死棋 与其这样 不如假意释放他们 从旁暗中监视 心怀鬼胎之人 必定会有所异动 到那时 便可将其一举擒获 这样 既不必背负严苛之名 又能抓住真凶 你觉得呢 好 有道理 就按你说的吧 对了 今天嘉琳来找过我 我知道 间隙必会有同道 关机中有问题的 不止一两个 我们必须小心地方 我明白 我 哎呀 我打我啊 我 没有我 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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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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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一个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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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匆匆一别 数月有余 故人相仿万万一见 如蒙补齐 明日魏氏 城南土地庙不见不散 秦鸥 室 室 九 六 三 我 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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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 你不能去赴约 虽然他当初放了你 但毕竟是敌国的王子 不行 这事我得告诉王爷 他不曾有害我之业 他这次冒险来见我 必定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 暂时先别惊动风铃 那我明天陪你一起去吧 不用 没事的 如果我两个时辰之内 还没有回来的话 你再告诉凤铃 这 好了 没事的 你冒这么大的风险来找我 是不是有什么重要的事啊 没有 我只是听说你跪提前安 就想来看看你 我已经没事了 没事就好 玉政 你要多多保重自己 玉政 我问你 是不是莲王对你不好 没有好好保护你 不是 他对我很好 是我自己疏忽大意 没有听他的话 一个男人 不能保护好自己的妻儿 就是他的错 不是这样的 不过 看你安然无恙 我就放心了 谢谢你 郡亲 此地我不宜久留 既然我见到你了 我就该回去了 那你自己多加小心 我也该回去了 那你自己多加小心 你们先走 是 是 祥兰 你在这儿等谁呢 没有啊 没等谁 某个人 某个人 小姐去见某一国九王子了 已经走了一个多时辰了 你怎么这么糊涂啊 快跟我去禀报王爷 嗯 是谁在期盼 情思解爱结合三生悲欢 被种沙流不尽那些孤单 梦胎满一阵一门梦醒 却为那一声弹 是那个天涯 在那边 沧海之中为你在等待 剧情缘 那几人都是等在我前 缠绕着黑发在眉睫 剪不断牵盘 你的笔弯是我的答案 走来是纷纷乱乱茫茫人世界 用此生眼泪毕竟擦亮 缠绕着黑发在眉睫乱茫人世界